第1250一章 云海之殿 乘我做旗 饶你一命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妖宗拥有六个修真心 这六个修真心成环形 排列出一个圆圈 这很简单的一个圆圈 但却拥有一股惊天的气息环绕 这 是一座镇法 一座以六个修真心组成的大镇 此镇之墙 足以轰灭天地 是妖宗无数年前被派到这里后 由当时的妖宗之主 亲自布下 成为阻挡凶兽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 妖宗 有六个山门 分别耸立在这六个修真心上 每一个山门内 都有数个妖宗长老坐镇 六个山门之间 很少来往 大都是独自行动 这一现象 在当年妖宗成立时 便被其第一代 也是最后一代宗主亲自定下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在这六个修真心山门内 拥有六座一模一样的齐天石碑 石碑上刻画着同样的一个人 此人中年 衣衫飘动 脚下有祥云 天空有九只眼 好似凝望大地 而这中年人 也是抬头看向天空 似乎与那九只眼对视 在这中年男子身后 还有一株苍天巨树 此树太大 似乎就连这天地 都无法阻止其延伸 每一个妖宗之人都知晓 这石碑上刻画的中年男子 就是妖宗第一代宗主 也是最后一代宗主 那苍天巨树 是妖宗宗主的本命法宝 传闻中 当年妖宗宗主之强 足以撼动天地 传闻在很早之前 此地的裂缝战场 要比现在还要大百倍不止 无穷的凶兽 众多的王兽 甚至还有皇兽与传说中的 华人之兽出现 但均都被妖宗宗主一一击毙 更几乎把这裂缝彻底封印 只是在封印的刹那 却是出现了意外 似乎有人 在那裂缝内 施展了无法想象的神通 生生地阻止了妖宗宗主的封印 但即便如此 这封印还是起到了作用 大范围的缩小的裂缝 更是在其内封印隐隐的作用下 使得裂缝内 无法有太过强大的凶兽 冲出众多 至于这石碑上天空的九只眼睛 所代表的含义 便不是寻常妖宗弟子可以知晓 唯有妖宗的长老才知道 那天空的九只眼睛 代表了远古仙玉 他们也听过一些长老之间的传闻 据说在很早很早之前 妖宗之所以从神宗分离 正是因为其第一代宗主的命令 他命令一部分神宗之人 驻守在裂缝战场外 世世代代 千千万万年 在这里死死的守住 不允许任何一只凶兽活着冲出 据说神宗宗主 实际上与妖宗宗主 是同一个人 据说此人来自远古仙玉 据说此人已然失踪 生死不知 现在的神宗 实际上 是被此人当年的奴仆 代其操控 妖宗过 才不接受神宗的命令 更是隐隐有对抗神宗的手段 当然 这一切都是传闻 真正的历史 已然沉入岁月的长河中 还有人知晓得清楚 眼下 在妖宗外的战场裂缝处 星空鸿芒滔天 其内亡灵与白发老玉 在连续的赶路下 终于来到了这裂缝战场 这一路亡灵几乎疯狂地展开速度 从二阶星域来临 只用了不到数日的功夫 白婆子 是她 白婆子半个月前离开 据说是受妖宗之命 李倩梅之求 去办一件事情 她身前之人又是谁 此人秀为看不透 但在她面前 我竟然会有心神颤抖的感觉 此人 太强 不知是哪个宗派的长老人物 为何会来到这里 此人太过强悍 更是诡异之极 竟然连凶兽都要惊恐后退 还有那些黑气锁化骷髅 居然在感受到此人临近后 露出惊恐 那六大高手中的老者 看向亡灵的目光露出震惊 她莫非就是李倩梅 受到妖宗惩罚 去往裂缝深处的原因所在 那冷漠的女子 目光在亡灵身上一走 心神却是一阵 她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神识与目光 在临近对方的刹那 竟然无声无息间崩溃 那三个被蓝色雾气弥漫之人 也立刻警惕 盯着亡灵 被隐藏在雾气内的神色 起了变化 白婆子 她是谁 蓝色雾气内其中一人 传出声音 那白衣老玉正要说话 王灵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直奔那缓缓打开 传出咆哮的裂缝而去 随着她的前行 那些退缩到裂缝旁 挣扎得要回去的骷髅与凶兽 发出惊恐的尖叫 郭灶 王灵身影太快 瞬息就临近 右手随意一挥 轰然之间便有一股风暴横扫 那风暴 还蕴含了无尽雷霆 轰隆隆之下 弥漫整个裂缝 那一只只凶兽惨叫中 全部崩溃而亡 这一切 对王灵来说极为轻松 她焦虑李倩梅此刻的状态 这些凶兽刺耳的尖叫 更让她心烦 一挥之下 裂缝外的全部凶兽 琪琪 化作血肉 瞬息间 四周一片安静 就连那裂缝内的九幽龙咆哮 也不由得一顿 至于那些由黑气所化的骷髅 更是一个个颤抖 好似遇到了天敌一般 看向王灵的目光 透出无法形容的恐惧 王灵站在裂缝外 扫了一眼那些颤抖的骷髅 却是目露奇异之盲 寂灭界的魔头 王灵早年在朱雀星的 域外战场内 成为了吞魂 更是吞噬了大量的魔头 此刻看到这些骷髅 却是立刻就发现 在他们身上 竟然有魔头的气息 此地魔头不多 但也不少 王灵目光一闪 却是张口一吸 这一吸之下 他全身好似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轰然间 那些骷髅颤抖中 竟然不敢反抗 一个个轰然崩溃 化作黑气 直奔王灵之口 就连那最大的骷髅 也是颤抖中崩溃 成为了大团的黑气 被王灵吸走 挥手此地凶兽崩溃 呼吸中所有骷髅瓦解 这样的修为 这样的神通 在这一刻 使得四周除了白衣老玉外的所有人 全部心神震撼 那此地数千修士中的六大强者 更是双眼瞳孔收缩 眼露震撼 还有那三个妖宗之人 也是心神一阵 对于王灵的实力 传音平估起来 最少是天人第一帅 只是为何他身上没有天人光环 或许是此人有什么神通 可以把天人光环隐藏起来 此人绝废无名之辈 只是不知为何与白婆子一同而来 我记得白婆子是送李 欠眉命魂预检而去 莫非 莫非此人与李欠眉命魂预检有关 三人相互传音 心神警惕 唯独那白衣老玉 对于这一切已然麻木 他一路看到王灵举动 更是连那无极宗六个太上长老 都不敢阻弃脚步 甚至还被此人崩溃了二老的肉身 眼下王灵只不过杀了一些凶兽 在他看来 不算什么了 众人的目光凝聚 没有引起王灵的半点在意 他时间紧迫 顺手吸收了骷髅魔头之后 望着那缓缓张开的裂缝 清晰地感受到 其内传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气息似乎在犹豫 在隐忍一般 李欠眉 就是进入了这里 王灵转身看向白衣老玉 声音平静 好似一座火山 正要爆发的前的祭面 就是这里 白衣老玉被王灵目光一望 立刻点头说道 王灵收回目光 他没时间去等着裂缝慢慢张开 双手一伸 虚空在前一抓 眼中金光暴闪之下 身体内立刻就爆发出一股疯狂的气息 却是低喝一声 双手狠狠的一丝 他 竟然要撕开 这阵缓缓打开的裂缝 道友住手 那裂缝内有九幽龙 此龙极为强大 一旦出现 此地会死亡众多 还望道友等待片刻 待我们组成了阵法再打开 说话之人 是那被蓝色雾气弥漫的妖宗之人 他三人更是冲出 直奔裂缝而来 王灵置若罔闻 低喝下狠狠的一丝 顿时就有轰隆隆的巨响惊天起 更有咔咔之声弥漫 却是那裂缝 被他一丝之下 生生地撕裂 在这裂缝撕开的刹那 其内九幽龙咆哮再次传出 却是轰然临近 张开大口 直奔王灵吞噬而来 王灵此刻距离那九幽龙太近 此龙双目透出疯狂的凶残 更是在吞噬中 全身鳞片间隙 喷出大量的黑气 甚至就连其大口 也有黑雾咆哮而出 随着其数千丈的身子 就要把王灵包围 聂处 也敢吞我 王灵眼露寒光 根本就不闪躲 在那九幽龙吞噬而来的刹那 右手抬起 向前一拍 这一拍之下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好似在这一瞬间 无尽的天地之力疯狂的凝聚 融入王灵手掌 化作一个巨大的掌印 直接就落在了那九幽龙的面门 那九幽龙在轰鸣中惨叫 全身一颤 喷喷之声下 却是裂开了无数上开 鲜血爆出 身子急急后退 其龙墓内再无凶残 而是被恐惧取代 没死 王灵目露齐光 身子一步迈出 踏入进了这裂缝内 抬起右手再次一拍 轰然间就直接砸在了 这九幽龙两根脚上 轰得一下 这九幽龙再次惨叫 两根脚全部断开 眼中露出惊恐与畏惧 两下神通 此龙居然还没死 王灵身子一晃 踏在了龙头上 乘我坐骑 饶你一命 对于裂缝内 王灵不熟悉 有这九幽龙 却是可以方便很多 本章完 第1252章 云海之巅 道数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那九幽龙嘀吼一声 却似不得不屈从 在王灵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让他颤抖的气息 那气息很杂 其内好似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是一股来自他记忆内传承 太古时期的神灵之力 第二部分 是他魂魄的颤抖 似乎对方之魂 拥有生生克制自己 且可吞噬之力 第三部分 更是让他恐惧 那同样是他记忆传承中 属于寿中之皇 极穷的气息 再加上王灵修为锁化两掌 蕴含了今天之力 这九幽龙如何能抵抗 此刻唯有屈服下来 成为王灵的坐骑 王灵两掌收服这九幽龙 却是使得裂缝外一切看到者 纷纷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滔天骇然 这一幕 比之方才 王灵毁灭了凶兽与骷髅之时 更让他们震撼 更让他们无法置信 就连那三个被蓝色雾气 弥漫的妖宗之人 也均都是神色大变 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心神震动之下 他们身体外的雾气 都扭曲起来 九幽龙竟然被他收服 成为坐骑 此事 此事 我等三人同时出手 以妖宗合机秘术 也可战胜九幽龙 但想要让他屈服 却是根本就不可能 更别说成为坐骑 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做到这一点 这九幽龙 尽管不是成年体 但他一样是天阶兽 极穷的半生兽之一 怎么可能被收服 他三人心神骇然 看向王灵的目光 露出震惊 他们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其余人了 此刻裂缝外的修士 已然目瞪口呆 那六大高手 元神震动 呆呆地望着裂缝内 站在九幽龙头上的王灵 在这一刻 王灵的身影 在他们心中 成为了永恒一般 无比地深刻 那一身白衣 一头白发 好似一尊 无法战胜 惊天动地的战先 让一切望之者 膜拜 李倩梅定然是为了他 他来到这里 也显然 是为了李倩梅 李倩梅 你我这百年始终彼此暗斗 我本以为你 去了裂缝必死无疑 但却没想到 能有一个这样的强者 救你而来 那冷漠的女子暗叹 王灵她在九幽龙上 不去理会裂缝外 众多修士的震撼 就要冲入裂缝深处 寻找李倩梅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从裂缝外 妖宗六个修真心 其中一颗内 一股极为强悍的气息 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 更有一道身影 呼啸来临 这身影速度太快 他迈出第一步 竟然在这无法挪异的 星空中 挪异而出 他在了星空中 又迈出了第二步 这第二步落下 他整个人闪烁中 出现在了裂缝外 那三个妖宗之人身边 迈出了第三步 却是整个人 几乎连身影都看不到 进入到了裂缝内 亡灵的前方 道友莫及 寄来此地 便让老夫看看 是否有进入裂缝 深处的资格 随着这身影前来 一个温和的声音 回荡开来 震动裂缝内外 在这身影传出的刹那 这身影抬起右手 向着踏在九幽龙头顶的亡灵 暗下 亡灵神色如常 在那手掌来临的刹那 抬起右手 直接向前一拍 隔空与那身影之手 碰到一起 无边无际的天地原力 在这一刻疯狂的凝聚而来 一股似乎可以撕裂 星空的毁灭之力 在二人 双掌碰触的刹那 轰隆隆地爆发开来 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 在这瞬息间弥漫星空 向着四周疯狂地冲去 裂缝外数千修饰 好似被狂风扫过 一个个面色大变 纷纷被卷退 就连那六高手 也是齐齐后退 面色苍白 唯有那三个妖宗之人 在这冲击下才可以不动 直勾勾地盯着裂缝内 面色凝重 亡灵闷哼一声 身体内传出砰砰之响 整个人连同脚下九幽龙 立刻后退竖掌 那三步临近的身影 同样传出一声闷哼 但却没有后退 而是向前又迈出一步 你找死 亡灵眼中金光一闪 整个人一跃而起 从九幽龙上飞出 直奔那来临的身影而去 在临近的刹那 他右手握拳 眉心骤然就有古神星点弥漫 一股轰天的古神之力 疯狂地迸发 融入右手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巨响 那身影身子一顿 立刻向后退去 亡灵神色阴沉 脉步中追上 右手一挥 却是立刻就有一片血光弥漫 眉心飞出一滴鲜血 化作一把赤光笼罩的血剑 拿着血剑 亡灵追击中 向前狠狠地一展 那后退的身影 在亡灵拿出血剑的刹那 立刻面色大变 双手掐绝张口 就喷出一片龟甲 阻挡在身前 在这龟甲出现的瞬间 血剑斩下 立刻就劈在了龟甲之上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龟甲竟然无法阻挡 血剑之威 骑上裂缝爆开 砰的一下崩溃 血光穿透而过 直接落在了那身影体内 这身影身子一个亮腔 鲜血顺着嘴角流下 身子再次后退 但却在后退中 右手抬起向前狠狠的一挥 却是轰然中 天地原力疯狂地凝聚 尘 黄 斗 仙 轰 一灵印线 其声音骤然而起 立刻就有五道符文 凭空从天地原力内幻化 交错之中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掌印 这掌印 是一灵印 是真真正正的一灵印 在其出现的刹那 天地原力轰然凝聚 瞬间那手掌 就好似成为了实质 带着一股无法想象的强大气势 直奔王林额头冲去 王林身子没有后退 冲出之际 双眼红芒一闪 手中血渐消散 融入体内 在这一刹那 他整个人身体外赤光滔天 却是他的身体 成为了血剑 他 就是血剑 右手双指在前 这就是剑间 破开一切天地 直奔前方那掌印冲击 更是在这一刻 千万剑气轰然而动 在其前方化作剑之风暴 与那掌印碰到了一起 轰轰轰 震动天地 那掌印与千万剑气碰撞 立刻颤抖 剑气崩溃 掌印前行之势受阻 有了停顿 更是在其停顿的刹那 亡灵的右手双指 在红芒弥漫下 直接点在了那掌印的掌心 轰的一声 这掌印崩溃 其内蕴含的天地原力暴虐的四散 那身影面色在变 想要退后 但还是晚了一步 破开了掌印 亡灵一步迈出 右手双指 迅速就点在了这身影额头之上 那身影震动 喷出鲜血 身子及时后退 就出了这裂缝 亡灵眼中 寒光闪烁 直接追出 左手更是抬起暗在眉心 好似要撕开什么 道友停手 道友停手 此事老傅鲁莽 那身影在看到亡灵左手的举动后 立刻面色又变 连忙说道 其身子更是退后中 站在了那三个妖宗之人身前 化作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向着亡灵抱拳 亡灵踏出裂缝 盯着那老者 放下了左手 参见长老 老者身后那三个妖宗之人 立刻恭敬开口 这老者略一点头 随后望着亡灵 眼中有震惊之色 抱拳道 道友修为极强 老夫自问不如 尤其是你那血剑法宝 此宝 老者摇头苦笑 却是无法形容 这法宝带给他的震撼与惊骇 亡灵冷冷地盯了老者一眼 一语不发 收回目光 转身向着裂缝及持 裂缝内的九幽龙 此刻已然吓破了心神 不敢逃顿 道友 此事是老夫鲁莽了 道友想必是要去救李倩梅 李倩梅当年正是老夫连财 想要收回门下 当年他离去 也是老夫同意 老者看着亡灵的背影 说话之时 右手一挥 便有一枚玉剑飞出 直奔亡灵而去 这裂缝很大 道友茫然寻找 怕是很难找到李倩梅 这玉剑内有一幅地图 其内老夫做了标示 顺着标示 以道友的速度 或可追上 亡灵身子一顿 接过玉剑神石一扫 面色阴冷略有缓和 转身看了那老者一眼 沉声道 回去闭关三日 莫要动用道念 心神归一 在第三日最后五个时辰 你道念会崩 谨慎承受 度过 便无碍 亡灵说完 留下一脸震惊与错愣的老者 转身踏入裂缝 踩在九幽龙背上 向着裂缝深处 一片漆黑之地 急驰而去 老者望着亡灵消失之处 神色有了变化 宁神检查全身 却是面色渐渐苍白起来 更是露出骇然 他看到在自己的道念中 心神的意境 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好似有一股外来之力轰入 使得其道念症 缓缓地衰弱下去 这 这是 道朔 老者面无血色 内心一阵庆幸 若非是自己心存善念 送出了预见 对方绝不会告诉自己此事 如此一来 自己即便是 发现了悼念受损 疗伤之下 在第三日的最后五个时辰 怕是措手不及中 即便是不死 也会以此重伤 此人或许真能救下李倩梅 以我天人第二帅的修为 与他对敌 也没把握取胜 更暗中被此人所伤 最可怕的是 此人身上还有封印 若是方才 被他撕开封印 老者目光凝重 深深地看了裂缝一眼 转身远远离去 回到修真心山门 立刻选择了闭关 本章完 第1253章 云海之巅 李倩梅的线索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王林在这妖宗战场裂缝的时间 颇为短暂 但这短短的时间内 所发生的一切 却是给裂缝外数千修士 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震惊 凶兽崩 骷髅灭 裂缝丝 收酒忧 更是与高高在上的妖宗长老一战 不但没有落在下方 且更有压倒性的强势 使得妖宗长老 竟然不知不觉中受了暗伤 这一幕幕 落在裂缝外的数千修士眼中 纷纷骇然 那一身白衣 一头白发 深深地留在了这数千修士心神之中 一生无法磨灭 对于云海修士来说 这妖宗外的巨大裂缝内的世界 既熟悉 又陌生 熟悉的是长久以来的战争 陌生的则是 里面到底通向何处 尽头又是在哪里 自妖宗存在以来 并非没有大神通修士 进入裂缝探查 只是得到的消息 却是那裂缝内太大 好似另外一片星空 少数人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知晓全部范围 且百人进入 往往能成功回来者 不足三人 其余全部死亡 或者失踪 尽管如此 但妖宗却从未放弃 每隔一段日子 就派人进入裂缝 以这种死亡几率极大的方式 在这无数年来 慢慢地摸索出了一个通道 李倩梅 便是成为了进入裂缝的探查者 去往这通道的尽头 再次开辟 或者活着出来 带回了所发现的新的消息 又或者一去音讯全无 成为了或死亡 或失踪的修士之一 亡灵的神识 从手中欲解内收回 望着漆黑 似乎没有半点光芒的世界 以他的修为 在这漆黑的裂缝内 也只能看清四周百丈左右 再往外 则是一片黑色的模糊 看不清了 这欲解内的路线 就是妖宗这无数年来 牺牲了极大的代价 换来的一条通往裂缝 深处的通道 也是李倩梅此番前往的所在 只是这裂缝内的天地太大 即便是欲解内的通道 怕是也没有触及真正的深处 亡灵踏在九幽龙头顶 此龙在这漆黑的裂缝世界内 速度极快 数千丈的身子 就如同一道诡异的闪电雷霆 说起诡异 是因为这九幽龙前行中 竟然无声无息 没有那破开天地的轰鸣 更没有因速度太快 而造成的呼啸 平静中透着寂灭 这九幽龙 在这裂缝世界 不断地闪烁而去 他对于亡灵的命令 与所指方向 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亡灵的强大 在之前裂缝口处 他便看得真真切切 那妖宗长老的强悍 九幽龙是抵抗不过的 但那妖宗长老 却是在自己头顶之人的 交手下败露 如此一来 使得这九幽龙 对于亡灵更为畏惧 亡灵盘膝坐在九幽龙头顶 默默地望着四周 那漆黑的世界 他似乎可以完全地融入进去 没有任何的不适 随着不断的前行 也不知过了多久 四周渐渐不再寂静 而是隐隐从远处有 震震凶兽的呼啸 缓缓传来 这凶兽的呼啸 因为距离太远 传来之时听起来 就好似有人在耳边呼吸 且不是一人 而是无数 诡异的感觉 可以使得所有第一次 进入裂缝内部的云海修饰 为之警惕 全身汗毛竖起 只是对于亡灵来说 却没有让他有半点色变 他平静地坐着那里 依旧默默地注视前方 记忆停留在成为石像后 没有身体感知 不知小外界一切的那十年 还有在天逆世界中 十年内几乎无可不在 那漫天的血光与温暖 若没有那血光 亡灵的灵魂 或许会在天逆内永恒地消散了 他记得 在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是很冷很冷的 且慢慢地虚弱下去 直至血光的出现 在那温暖下 他慢慢地凝视 恢复了神智 苏醒了记忆 正因为血光的存在 他才可以坚持地找到了封界之主 获得了进入道境的造化 感悟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道数 梦道 这是我在道境内所悟 它 是我残业流月之后 第三个神通 它是道数 王灵轻叹 越是回忆那白衣老玉的话语 越是想到 那天逆内血光十年的存在 他就越是亏欠里欠眉 无法偿还 时间 就在王灵的回忆中 慢慢地流逝 这裂缝内的一切似乎 没有任何变化 无论什么地方 全部都是漆黑一片 唯一不同的 就是王灵时而抬头看去时 百丈外模糊出现的兽影 越来越多了起来 此刻若是这漆黑的 世界变得一片明亮 可以让一切修饰 对于所看到的一幕 顿感头皮发麻 心神惊骇 王灵抬头右手 全身原力凝聚在掌心 渐渐在其掌心内 有一道至极的金光闪烁 轰的一声打破了寂静 这金光如同流星 从王灵右手飞起 向着上空不断地攀升 片刻间 轰然崩溃 化作一片强光 笼罩方圆万丈 在这光芒出现的刹那 四周立刻便有凶兽嘶吼咆哮惊惊天动地 借着亮光 王灵清楚地看到 在自己数百丈外 无尽的天地中 一头头样子 各异的凶兽 把自己 与九幽龙团团围困 这些凶兽的数量 不下数万 他们似乎对于光线极为敏感 在这漆黑的时间 骤亮的刹那 这些凶兽 咆哮剧烈 飞快地后退 那金色的刺目光芒 很快就被黑暗淹没 使得这裂缝内的世界 再次漆黑下来 九幽龙是这裂缝内的王兽之一 其身体内 自然而然的 有一股属于王兽的气息 在这气息散开下 使得四周凶兽不敢靠近 故而才使得王灵 可以一路走到这里 途中所有凶兽 凡是遇到了九幽龙 本应完全退避 但却因王灵的存在 使得那些凶兽暴虐中挣扎起来 故而才会慢慢凝聚越来越多 但却没有太过接近 那瞬间的光明 使得王灵看清了四周存在的凶兽 这些凶兽数量虽多 但大都是八九阶 十阶以上不多 光明消散 王灵坐在九幽龙头顶 神色如常 神念透出身体 环绕四周 那九幽龙 似乎被这神念刺激 仰天一声龙笑 这声音惊天动地 化作轰隆隆的雷鸣 在这漆黑的裂缝世界内 剧烈的回荡 那九幽龙速度骤然加快 直奔前方冲去 四周的凶兽顿时后退 奇迹散开一条道路 使得九幽龙如同流星 生生地破开了兽群 向着裂缝深处 不断地前进 裂缝内的世界 很难体会到时间的流逝 这里没有白天 有的只是一片漆黑 随着九幽龙的深入 渐渐地 亡灵目光越加凝重起来 他尽管依然还是只能看清百丈 但却慢慢地 发现了此地的不同 随着深入 这漆黑的世界颜色 似乎有些变化 不是黑色 而是紫色 那九幽龙 更是急速前行中 速度越来越慢 更是隐隐从灵魂内传出颤抖 似乎这紫色的世界 让他感觉极为可怕 若非是亡灵神念 环绕在他体内 这九幽龙 很有可能会身子矩阵 丝毫不敢继续深入 而是掉头远远地离开这里 就连那四周数百丈外之前 跟随而来的大量凶兽 也大都退缩 不敢继续深入 只不过环绕四周的凶兽数量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了起来 这些凶兽 是生存在这紫色的世界内之兽 九幽龙的异常 王灵自然察觉 他目光一闪 一路尽管时间的流逝不明显 但王灵凭着速度 却是暗中计算自己前行的距离 按照他的分析 眼下自己所在 正是那预检通道内 一处被称之为裂缝子界的边缘 这里 已经距离那预检标示通道尽头 很近了 坐在九幽龙头顶 王灵闭上了双眼 默默地感受着四周 渐渐的 他依稀察觉到 此地存在一些残留的波动 似乎在不久之前 有人在这里施展了神通 王灵一路来临 走到了这里 前方还有一些距离 他不知道自己的一路是否正确 也没有找到任何与李倩梅有关的线索 甚至进入裂缝后 随着前行 他隐隐察觉到 有几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存在 这些气息 似乎也察觉到了王灵 但却诡异的没有阻止 眼下在此地 是他第一次 察觉到 隐约是李倩梅线索的波动 这波动尽管是残留 但却真实的存在 且绝非凶兽施展 而是修饰 李倩梅 是你吗 王灵睁开双眼 其内金光一闪 双手掐绝之下 在眉心狠狠的一点 一股大力冲入他额头 使得元神发出剧烈的震动 在元神的震动中 此地那些神通波纹的残余 顿时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在王灵的眼中 所看到的世界 似乎一下子改变 黑色不再 而是被一片片横竖连接在一起的线条取代 刘月 逆转 王灵双目光芒如炬 猛地穿透黑暗 那些线条顿时如动 好似在排列 在他的目光下 前方的一片虚无 仿若承载了岁月 在一股奇异的力量下 岁月逆转 慢慢地 那片虚无好似也扭曲起来 其内隐隐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身影 这女子面色极为苍白 衣衫上 还有触目惊心的鲜血 她手中拿着一把长剑 身体外环绕着一只金色的笔 在这虚无中挤持 本章完 第1254章 云海之巅 长孝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她面无血色 整个人极为瘦弱 几乎皮包骨一般 双目没有多少神采 就在她急迟的刹那 突然有一道巨大如鞭子一般的虚影 轰然而来 直奔那白衣女子而去 在临近的刹那 这女子手中常见挥舞 与那突然出现的的鞭影碰到一起 轰鸣骤然回荡 那女子面色更为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直奔虚无深处而去 那鞭影在后 紧追不舍 扭曲的虚无颤抖 崩溃了 一同瓦解的 还有那残余的神通波动 亡灵眼中 更是在这一刹那 露出一股激动与疯狂之色 李倩梅 那白衣女子 尽管容颜变化 尽管瘦弱不堪 但亡灵还是一眼就认出 她 就是李倩梅 那瘦弱的样子 那苍白的面孔 如真一般 刺进亡灵的心 使得她剧痛中 神念疯狂地爆发出来 化作一股轰然巨浪 在九幽龙体内穿透 刺激之下 那九幽龙低吼咆哮 两刀气浪从她鼻中喷出 整个身子颤抖中 再次向前飞去 这一次 九幽龙的速度更快 闪烁中 在这紫色的裂缝内 更快地前行 仿若可以破开苍穹 只是随着不断地伸入 那九幽龙颤抖更为剧烈 尤其是其魂魄 更是几乎要崩溃 仿若这里 就是她的劲底 是她不敢踏入之地 没过多久 那九幽龙的咆哮 透出凄厉 她身子竟然不顾 亡灵神念的刺激 骤然就停顿下来 颤抖中连连传出 恐惧的叫声 一股冰冷的感觉 仿若气流一般 在这紫色世界内弥漫 那九幽龙 正是在察觉了 这冰冷的气息后 才如此惊恐 不顾亡灵神念 停止了身子 她不但没有在前行 反而想要向后退去 亡灵目光一闪 起身正要一步迈出 但立刻 她面色一变 右手抬起一番钟 手心顿时就出现了一枚玉佩 那玉佩 正是李倩梅命魂所在 一阵咔咔之声刺耳地响起 那玉佩上的裂缝 再次撕开 其内李倩梅的命魂 更为虚弱 几乎命悬一现 亡灵的心顺息 就扭动了一下 好似有人一拳打在了胸口 她全身轰然就有一股可怕的气息弥漫 不去理会颤抖后退的九幽龙 身子一跃而去 直奔前方裂缝深处 疯狂地冲去 只是 没有了九幽龙的王兽威压弥漫 亡灵刚一冲出 立刻四面八方 就有今天的兽吼骤然而起 却是这紫色的世界内 本身存在的凶兽 在亡灵离开九幽龙的刹那 轰然来临 一头身子如龟般 约数百丈大小的凶兽 带着一股强大的冲击 骤然就出现在了亡灵百丈内 咆哮嘶吼中 疯狂地临近 亡灵速度 没有半点停顿 直奔前方 百丈的距离 瞬息就消散 前行中 亡灵右手握拳 直接一挥而出 哄哄之声 好似打开了厮杀的取悦 在这一刹那 弥漫了整个天地 那龟形凶兽身子一颤 眼中露出茫然 却是瞬息间 其身体轰的一下 立刻就崩溃 化作一片血雾四散 亡灵身子 从血雾内一冲而出 直奔前方 只是他刚一冲出 顿时四周受吼惊天 却是又有数十头样子 各异的凶兽来临 轰轰之声震惊天地 亡灵好似一尊杀神 一切力量都无法阻止其半步 他不断地前行下 双手在身体外挥舞 一头从左侧来临的 诗样凶兽 轰然崩溃成血肉 一条千丈蟒蛇 吐着杏子刚毅临近 被亡灵右脚一踏 立刻惨叫亡 一条巨大的人面之珠 千丈身子如同小山 张开血盆大口 在吞噬亡灵的瞬间 被亡灵右手虚空一按 那蜘蛛身子颤抖 崩溃死亡 凶兽死亡前的惨叫越来越多 亡灵就如同一道旋风 在前行中掀起了血雨 在这裂缝内 疯狂地厮杀前行 滚滚滚滚滚 亡灵双眼有了鸿芒 低吼之下 速度越来越快 右手掐绝之下 更有千万剑气轰然弥漫 横扫之下 四周扑来的凶兽 顿时惨叫后退 但在后退的途中 却是一个个立刻身子崩溃 四分五裂七力而亡 只是他们的死亡 却是引起了极浓的血腥 吸引了更多的凶兽 这些凶兽数百上千 好似没有数量 不断地出现冲向前行中的亡灵 亡灵全身弥漫煞气 眼中寒光闭露 在数百上千凶兽来临的瞬间 一股蓝色的火焰 骤然从他身体内疯狂地爆发出来 以他身体为中心 向着四周疯狂地弥漫 蓝色火焰锁过之处 一切凶兽全部惨叫燃烧 纷纷化作飞灰 这蓝色火焰速度太快 出现得也太快突然 此刻猛地扩散 立刻就使得亡灵身体数千丈外 顿时一片火海 再无任何凶兽 他右脚向前一步迈去 速度惊天动地 轰隆之下 向着前方疯狂地冲去 只是短暂的寂静后 却是有更多的凶兽咆哮弥漫 再一次疯狂地冲去 从四面八方环绕亡灵 亡灵眼中寒光更浓 右手一挥 立刻这漆黑的天地中 雷鸣轰然回荡 却是有无数银蛇凭空出现 直奔亡灵而来 化作一个个雷球 向着那一头头 扑来不知死活的凶兽冲击 轰轰之声再次回荡 震惊虚无的同时 亡灵再次冲出 一股凶焰在其身体内爆发 一路锁过之处 轰轰之声不断 却是一头头凶兽 直接崩溃而亡 更有一些阻挡在亡灵前方 被剑气崩溃 甚至还有一些 在亡灵的撞击下 直接撞在了身体上 肉身一颤 却是瞬息就被撞碎 血腥气息更浓 亡灵一路前行 竟然没有半只凶兽 可以阻拦半步 更是在冲出一段距离后 眼前前方凶兽无始无终 亡灵冷哼下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轰然中 一个巨大的手印凭空出现在亡灵前方 这手印刚一幻化 便有大量的天地原力 疯狂的凝聚而来 使得那手印瞬息就凝湿起来 随着亡灵右手一挥 那手印轰然而动 直奔前方 所有阻挡在前的凶兽 与那手印碰撞 立刻惨叫亡 血腥 更浓 但亡灵的速度 却是更快 尤其是翼灵印下 所有凶兽全部灭亡 使得亡灵视如破竹 渐渐来到了那预检通道 标示的尽头之处 到了这里 已然没有所指之路 那冰寒的气息 更是刺骨而来 环绕四周 穿透身体 似乎就连元神 也都缓慢下来 那一灵印 更是被这寒气一冲 顿时就有咔咔之声传出 骑上竟然出现一片冰灵 在瞬息间 赫然化作了一个 巨大的掌印冰雕 停留在了虚空 更是在这一刹那 这片充满了 寒冷气息的世界内 骤然便有一道道 白色的气息 凭空幻化而出 化作一头头 散发阴寒威压的凶兽 这些凶兽样子不同 但双目内露出的凶光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 之前被亡灵所杀之后 他们刚一出现 就立刻咆哮 向着亡灵疯狂的冲来 一目望去 四周这白气所化凶兽 数量极多 无边无际 亡灵双眼杀鸡一闪 毫不犹豫 抬起右手向前一撕 除烈缝立刻出现 闻兽 献 在亡灵话语 传出的刹那 立刻一阵惊天动地的 嗡鸣 生生地挤入凶兽的 无边咆哮内 一只只蚊兽 骤然从储物裂缝冲出 一只 两只 十只 百只 千只 上万 在这一瞬间 上万蚊兽轰然出现 弥漫在亡灵四周 向着那些扑来的凶兽 猙獰地冲了上去 亡灵更是一声长笑 这笑声惊天 一股绝强的气息 在他身体内爆发 他向前一步迈去 李倩美咬着下唇 面色极为苍白 没有半点血色 只是他的衣巾上 鲜血触目 他所有的法宝 已然全部用尽 就连那把长剑 也已崩溃的代价 为他换取了一次 逃命的机会 只是眼下 他心中有了绝望 在这陌生的裂缝世界内 他孤独的无助 这里的凶兽 太多太多 怎么杀 也杀不完 他望着四周 咬着下唇 脸上露出凄惨 在他的四周 弥漫了无数凶兽 这些凶兽咆哮惊天 把他团团围住 那一道道猙獰的目光 好似要将他的身体撕碎 李倩美的原力 已然耗尽 丹药也早就用完 此刻身子虚弱 但却有一股坚定 始终弥漫心中 支撑着他 挣扎到了现在 那金色的笔在他手中 画出一个个符文弥漫四周 抵抗凶兽的攻击 只是随着他越加的虚弱 这符文之力 根本就 无法对四周的凶兽 造成太大伤害 若非是有一道蓝光 弥漫在他实战外 阻挡凶兽的冲入 怕是他早就死亡 只是眼下 那蓝光不断地颤抖 似乎随时都可以崩溃 四周的凶兽咆哮中 不断地撞击那蓝光 越加剧烈 更是时而有一道 如鞭子般的虚影 破开虚无 在今天的呼啸之声中来临 狠狠地抽击在蓝光上 轰的一下 就会使得蓝光颤抖加剧 有那么一瞬间的消散 每当这时 便会有几只凶兽 破开蓝光来临 李倩没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才可将其杀死 他坚持不住了 体内生机的消散 原力的耗费 使得他此刻 游进灯窟 就要死去了吗 不知他是否已经苏醒 我没有机会 去看他一眼 只是 这一切 我不悔 李倩没的眼中 流下两行泪水 黯淡地望着前方 许久之后 慢慢地闭上 等待蓝光崩溃 死亡地来临 我不悔 李倩没难难 但就在他双眼闭上的刹那 却是有一声惊天动地 带着虽千万人无往以致气息 带着一股颤抖李倩没心神的长笑 轰然间从远处传来 使得李倩没猛地张开双眼 不敢置信地望着那传来声音之处 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求月票 本章完 第1255章 云海之巅 冲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只是 这裂缝的天地 是紫色的 远远看去 更是紫意滔天 那一道道无形的冰冷气息 如同暗流 卷动风云 使得这片世界 也充满了无数不可琢磨的一边 就在李倩没眼泪流下 双目睁开 看向那传来笑声之地的刹那 在其身体蓝光外 那巨大的鞭子虚影 轰然临近 狠狠地抽在了那蓝光上 蓝光一阵 有了片刻的崩溃 顿时便有树头凶兽咆哮而来 直奔李倩眉而去 阵阵轰鸣回荡 云林双眼金光猛地一闪 转身直勾勾地看向远处 他看不到那里的情形 但却可以感受到 在那里 有神通波动 在那里 在这神通波动中 有他熟悉的气息 这气息 是李倩眉 云林心神一阵 毫不犹豫 直奔那传来神通波动之处 疯狂地急驰 四周的凶兽 更是无边无际 不断地冲来 云林双眼通红 掐绝之下挥舞 天地原力骤然凝聚 化作一片片轰隆隆的巨像 在这天地内回荡 一头头凶兽 崩溃化作血雾 云林的速度越来越快 更是在那上万文兽的环绕下 使得云林四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杀戮漩涡 所过之处 在无半只存活凶兽 死死死死 云林红着双眼 疯狂地冲出 四周凶兽惨叫之声 不断地传来 越加凄厉 在这样的杀戮与冲击下 云林的速度达到了巅峰 一跃之下便是无尽 生生地从这被无数凶兽包围的环绕下 杀出了一条血路 鲜血弥漫 血腥之味 更是充斥整个天地 就连那紫色 似乎都被染成了暗红 以如此之速 片刻间 云林距离那传来 神通波动之地越来越近 此刻他已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那神通波动内传出的微弱气息 似乎此时的李倩梅 正面临巨大的危险 低吼中云林右手掐绝 体内原力运转凝聚在手心 化作一道刺目金光 这金光冲出直奔上空 轰然崩溃 化作一片强光 笼罩方圆万里 使得这漆黑的天地 在这一刹那 明亮起来 在这天地明亮的瞬间 云林看到了一幕 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画面 这画面 让他心神巨震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 与天地似乎崩溃的巨大气浪 更是让他的身子颤抖 一股至极的疯狂 轰然间爆发 他看到了 在前方数千丈外 无尽的凶兽环绕中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苍白的脸 正正地注视着自己 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 只是这笑容 好似永恒 在其身体四周有微弱的蓝光 只是那蓝光外 却是有一道巨大的鞭子 虚影呼啸而来 抽在了蓝光上 蓝光轰然崩溃 那鞭子破开了蓝光 直奔李倩梅而去 一旦这鞭子落下 李倩梅 必死无疑 时间在这一刹那 好似缓慢下来 亡灵在吼声中抬起右手 神色透出疯狂与猙獰 向着那数千丈外的巨大鞭影 一指 大喝道 定 一股无法形容的规则 在这一瞬间弥漫天地 化作无数丝线 瞬息缠绕在那 抽象李倩梅的鞭子上 阵阵砰砰之声回荡 那鞭子速度略有缓慢 但却无法被定住 借着其速度缓慢的瞬间 亡灵脑中一片空白 唯一的念头 就是要救李倩梅 他右脚抬起 向前一步迈去 立刻就有波纹在脚下回荡 整个人瞬息消失在了原地 融入虚无 缩地成寸 那巨大的鞭子 蕴含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似乎连规则 都无法将其阻止 砰砰之声下 定身术在其身上的神通 轰然崩溃 那鞭子直奔李倩梅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李倩梅 无法闪躲与对抗 此刻的他 已然是生机就要灭绝 游进灯窟 即便是这鞭子不抽来 他也断然存活不了太久 他体内的伤势 已然使得原神崩溃 此刻活着的 只有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志在支撑 在看到亡灵的一刻 李倩梅露出了微笑 他满足了 可以在临死之时 看到亡灵 知道亡灵已经无碍 已经苏醒 就足够了 他很累 很冷 更是疲惫不堪 似乎这十年的岁月 耗费了他全部的一切 在这一刻 累积中爆发 要将他淹没了 那鞭子已然临近 轰隆隆之下 李倩梅手中的金色笔 骤然崩溃 化作一片金芒散开 那鞭子虚影 向着李倩梅身体 抽击而来 但就在那鞭子 在李倩梅身体外七寸之时 却是有一声疯狂的咆哮 惊天起 一只有力的手掌 凭空出现在李倩梅身体外 一把抓住那虚影鞭子 王林的身影 从虚无内踏出 他全身青筋鼓起 眼中露出赤红之芒 站在了李倩梅的身前 他就好似一座大山 为李倩梅阻挡着风雨 阻挡着生死 李倩梅正正地望着王林 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 只是其双目 却是渐渐地暗淡 光芒缓缓消散 在王林右手抓住那鞭子的瞬间 一股大力轰然传来 好似数千万锦马车撞击 即便是王林 也是身子颤抖 一口鲜血喷出 但他的身子 却是没有后退半步 因为在他的身后 有一个他必须要救 名为李倩梅的女子 王林这一生 只为我而做过这一切 眼下 又多了一个 让他亏欠太多 若不去做 则忘称男儿的女子 面部猙獰 在那大力传来的刹那 王林体内顿有 喷喷之声回荡 他低吼中 右手死死地抓住那鞭子 更是狠狠地一拽 眉心古神星点 骤然幻化 疯狂地旋转 一股股古神之力 刹那弥漫王林全身 最终融入其右手 他身体外 更有古神虚影幻化 随着其拽动 王林一声惊天低吼 给我断 咆哮中 那被王林抓住的鞭子 瞬息有轰鸣回荡 却是立刻就崩溃 只是在其崩溃的刹那 却是有一股疯狂的冲击传来 直奔王林横扫 王林依然没有后退 在李倩梅的身前 生生地抵抗住这冲击 他喷出鲜血 但双眼却是露出滔天寒光 不管你是谁 我不会允许你 剥夺这女子的生命 李倩梅脸上的笑容 更加温柔 他望着王林 轻声道 谢谢你 说完了这句话 他的睫毛颤抖 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好似沉睡一样 王林身子一颤 猛地转身 右手掐绝不假思索 在李倩梅身上连点树下 体内原力流转 冲入李倩梅体内 将她体内正在灭绝的一切生机 全部封印 只是这一切 还是无法使得死气弥漫 无法阻止那生机的崩溃 李倩梅的原神 已然开始了衰弱 她的魂魄 也出现了涣散 就连身体 也都失去了一切光泽 唯有脸上的笑容 成为了王林记忆中的永恒 不能死 你不能死 王林脸上露出悲哀 她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奈 再一次有了无力回天的崩溃 一千多年前 她就是这样看着一个女子 在自己怀里老去 慢慢地死亡 最终只剩下了躯体 与沉睡的魂魄 一千多年后 她再次看到了第二个女子 在自己的面前 如花朵般 正在快速地凋谢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了 你是否会记得 有一个叫做李倩梅的女子 在你的人生中匆匆走过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了 希望你可以记得 王林眼中露出悲哀 她在这一瞬间 想起了李慕婉 想起了 那正在避天关内残存 至今没有苏醒的爱人 只是 这天地残酷 让她再一次感受到了当年的悲哀 我不会让你死 王林说着自己 都听不清晰的话语 眼中露出癫狂 她右手抬起 向着李倩梅一按 岁月 岁月神通轰然幻化 那巨大的石门 耸立在天地之中 一股沧桑的感觉弥漫无尽 化作一股岁月的流淌 笼罩在李倩梅的身体上 在这一刹那 她正在快速灭绝的生机 竟然 竟然缓慢下来 只是 岁月的神通 却是不能停止 一旦停止 李倩梅的生机 就会在极短的时间消散 从此之后 天地间 或许还有同名叫李倩梅的女子出现 但任何一个 都不再是她 右手蕴含了岁月神通 在不断地消耗体内原力下 她抱着闭上了双眼的李倩梅 转身看向这漆黑的天地 眼中露出了滔天的杀鸡 而在此刻 那虚无中 轰然就有如雷鸣般的呼啸传出 却是两刀巨大的鞭子虚影 骤然出现 向着王林狠狠地抽来 远处 无尽的凶兽 发出嗜血的咆哮 向着王林冲来 更远处 还有树枝身子约万丈的巨大凶兽 看向王林的目光 凶光闪烁 这里 无边无际 全部都是凶兽 倩梅 我带你冲出去 王林闭上了双眼 右手放在了眉心 刹那间 在其眉心之上 就有一道复杂的封印 静置闪烁 她的左手在眉心一抓 向下狠狠的一丝 打开了当年在七彩界 被她封印的全部修为 在这一刻 王林以这两千年来 最强的姿态 展现在了这裂缝天地内 下一张会晚 一群外地回来的老友 正在尔根家里虎视眈眈 要拉我去喝酒 我头痛 这几天天天在喝 等我伺候完这群大爷 就会回来马自 本章完 第1256章 云海之巅 撕开封印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那封印静置 随着王林思洞 轰然崩溃 在其崩溃的刹那 一股无法形容的强大气息 从王林的体内 轰然爆开 这气息之强 形成了一股漩涡 这漩涡越来越大 竟然使得四周凶兽眼中 露出惊恐 这是吸收了稻果 在七彩界内 被王林封印 使得修为始终停留在 净孽大猿满与碎孽之间 被生生压制 没有踏出的那一步 眼下 王林在这裂缝世界内 为了李倩梅 为了偿还这女子十年的付出 为了一个作为男儿 应做的决定 她 毫不犹豫 打开了封印 在这封印被开启的刹那 好似有一面与天地 其大的镜子 在这一瞬间 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消散 那咔咔的碎裂之声 与此刻王林体内 传出的砰砰巨响 在这瞬息 成为了此刻天地唯一的声音 一切兽后 全部被生生地压下 就连那众多凶兽后 散发出王寿气息的几头凶兽 也全部颤抖起来 似乎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在这一刻 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来临 向着王林体内凝聚过去 甚至 那漆黑的虚无中 闪烁呼啸而来的 两条巨大的鞭影 也在这一刹那 停顿了一下 但很快就立刻急驰 直奔王林 只是 就在那两道鞭影 一前一后临近的瞬间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息 骤然就从王林体内爆发 这气息疯狂 爆发的刹那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横扫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更有王林的咆哮低吼 从那漩涡内传出 那两条鞭影 其中一条 更一碰到这漩涡 就轰然崩溃 第二条鞭影 更是在深入漩涡的刹那 再次被一只手掌抓住 王林全身散发出 极为危险的气息 一头白发无风自动 他左手狠狠地抓着鞭子 右手抱着李倩梅 双眼露出寒光 那如镜子崩溃的声音 在这一刻更为剧烈 好似有一股力量 要从王林体内挤出 他身上传出的强大气息 越加剧烈 他体内的原力疯狂地流转 更是在这一瞬间 天地内无尽的原力 不断地涌入 直奔他体内而来 在这原力不断地凝聚下 王林终于迈出了 对于一个修士来说 极为艰难度过的门槛 他从静涅大圆满 真真正正地迈出了一步 踏入进了碎孽 在其进入碎孽的刹那 天地的一切 在王林眼中全部改变 天地原力更为疯狂地冲入他体内 他仰天发出了一声咆哮 好 这咆哮惊天动地 更是超越了一切雷鸣 化作一股声浪 疯狂地向着四周扩散 那轰隆隆的声音 更是回荡不断 形成了一股 毁天灭地之力 在这吼声中 距离王林最近的一圈凶兽 纷纷蹊跷流血 一个个惨叫中 肉身崩溃 喷喷之声下 竟然化作了一道 环形的血雾 更为惊人的 则是这血雾被声浪一卷 再次崩溃 四周包围王林的凶兽 一圈圈 轰轰崩溃 成为血肉 这已然不是杀戮 而是屠杀 自这裂缝诞生之日起 这种大范围的屠杀 极为罕见 眼下随着王林一声咆哮 数百凶兽爆开 就连那外围的王兽 也是眼中露出恐惧 纷纷退后 对于凶兽来说 这一幕就如同噩梦 但眼下 噩梦却没有结束 而是刚刚开始 突破静孽大圆满 成功地踏入碎孽 成为了碎孽初期修饰 但这一切 却不是王林的终点 那道果的力量 还没有完全消散 王林十年再到境内的感悟 也在这一瞬间 厚积勃发 他身体内的气息 再一次轰然散出 越来越强 越来越疯狂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 时间发生 此刻爆发之下 王林骤然间就从碎孽初期 一举冲击到了碎孽中期 若非是这裂缝内诡异 天结竟然无法出现 此刻王林定然会瞬息 就被天结降临 这一次的天结 将比之以往要强大无数倍 将是他这前半生 要面对的最大的一次天结 在修为暴增 达到了碎孽中期的瞬间 王林眼中寒光惊天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在其身子移动的刹那 他身体外环绕的天地原力 组成的漩涡 轰然爆开 形成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 向着四周横扫 轰轰轰轰 在这冲击下 一头头凶兽 根本就无法避开 纷纷崩溃凄厉而亡 血腥的味道 弥漫在这世界中 很浓 很浓 王林就如同一尊杀神 前行中左手抓着那鞭子 狠狠地一拽 张口便喷出一道血光 那血光化作一把巴掌大小的血剑 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 顺着鞭子直奔尽头虚无 轰的一声巨响 似乎这天地都发出了剧烈的颤抖 更是在这天地颤抖中 一个清晰的闷哼 从虚无内传出 那鞭子更是崩溃 消散无影 虚无血光一闪 那血剑飞回 剑尖之上有一滴暗金血液 化作血珠在剑刃上流转 王林右手抱着李倩梅 眼中杀鸡闪烁 左手一挥 轰然间便有黑风呼啸 却是呼风之树捏手而来 形成八条黑龙 在这天地咆哮 环绕在王林四周 更是在他的前行中 四周残存的凶兽 再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死亡 尤其是那把血剑 其内存有王林一丝神念 势如破竹 穿梭之下 收割一头头凶兽之命 尤其是此地充满血腥 那血剑好似极为兴奋 杀戮中自行发出尖锐的剑鸣 如同饮血一般 急驰而走 但凡被其穿透而过的凶兽 立刻就身子一震 全身血液净湿 肉身立刻萎靡 转眼就成为了一片骸骨 那血剑上的血光 却是越来越浓 直至妖艳起来 其奸孝中 风势带着欢呼 似乎对于这种杀戮 兴奋地使其要颤抖 似乎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如眼下这般 展开如此杀戮 随着不断的杀戮 那血剑的气息 竟然疯狂地暴增 却是越来越锋利 还有那上万文兽 更是被这血腥刺激 一个个发出惊天动地的丝鸣 不畏生死 疯狂地冲击 与四周的凶兽展开厮杀 在这裂缝内 被无数凶兽包围的亡灵 凭着文兽与血剑 以其碎孽中期的修为 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全身的衣衫 已经成为了血色 但他的脚步 却是没有半息的停顿 在这疯狂的杀戮下 时间不断地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四周的凶兽越来越少 却是在这疯狂的杀戮下 他们怕了 他们生存在裂缝内 从诞生之日起 唯一惧怕的 便是同伴之间 身为王者的气息 对于任何一类 尤其是修士 哪怕修为再强 也不会让他们惧怕 反倒会激起 越来越浓的凶液 但也 在王林的这种杀戮下 他们第一次 惧怕了 不知有多少凶兽 在这场杀戮中 死在了王林神通之下 他自己记不清 眼前这天地 全部都是凶兽 他只知道 要杀杀杀 要杀出一条血路 要带着李倩梅冲出 更要走出这裂缝的世界 不顾虑拓森的存在 去界外 去寻找那似乎与李倩梅有关系的 蓝梦道尊 那蓝梦道尊 能在七彩界 因李倩梅手镯放弃为难王林 以王林的心智 配合李倩梅锅儿的身份 却是大致猜出了一些 以那蓝梦道尊的修为 定然可以救下李倩梅 这是王林唯一的希望 他即便是粉身碎骨 也要把李倩梅送去 这是他欠李倩梅的 他必须要去偿还 这裂缝内 蕴含着冰冷暗流的紫色世界内 漂浮着鲜血 与一具具残破的凶兽尸体 儼然成为了修罗地狱 那血物浓郁 弥漫在一起粘稠起来 形成了一片血海 这血海内 上万文兽 此刻 只剩下了五千 但这剩下的五千文兽 却是一个个充满了凶煞之气 远远地超越了生活在封界之手 在封界 那属于文兽的天下 除了王者之间的厮杀 寻常文兽不会遇到太多的战斗 这对于文兽来说 就阻碍了其自身的进化 但在这残酷的裂缝内 文兽却是在那杀戮中 渐渐激发了身为特殊凶兽的血性 凡是存活下来者 均都是残暴无比 尤其是那文王 更是斯明滔天 巨大的口气 可以使得一切看到者 心神震动 若与其无情冷漠的双目对视 更会从心中冒出寒气 除了文兽外 那血海内的血剑 更是穿梭游走 在血海中旋转 其上妖异的血光 更为刺目 剑芒呼啸 散发出一股绝代凶艳 似乎有一个气魂 正在吞噬着鲜血 慢慢地苏醒了 方圆数千丈内外 此刻只剩下了血海 再无任何裂缝 凶兽敢踏入半步 全部在外围 恐惧地望着亡灵 但就在这时 突然这裂缝的虚无中 立刻就有一阵呼啸刺耳传来 却是九道边影骤然出现 从四面八方直奔亡灵 更是在这一刹那 一个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虚无的上空 那是一只有着九条尾巴的巨大蝎子 这蝎子身子约万丈 磅礴的身子 散发出今天的威亚 它并非实质 而是虚幻 在其前方 一个身穿黑衣 面部有着蝎子纹路的女子 缓缓地走出 双目阴沉 嘴角还有一丝鲜血 直勾勾地盯着亡灵 无为远古地妃麾下子显 你是何人 整个人和迷糊了 这群孙子 一个个太能喝了 几乎是爬回来了 迷迷糊糊总算完成了更新 没有食言 本章完 第1257章 云海之巅 十三阶 小说 仙匿 作者 耳根 十三阶 化人凶兽 亡灵 站在血海内 目光一闪 看向那身后 有蝎子虚影的黑衣女子 她一眼就认出 这女子绝非修饰 而是那种修为达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从受蜕变成人的存在 那崩溃了李倩梅身体外蓝光的边影 正是这黑衣女子身后九尾蝎所造成 若没有这蝎子 李倩梅断然不会受伤极重 甚至可以坚持到亡灵的到来 再看到这黑衣女子与那蝎影的瞬间 亡灵眼中露出杀机 她一眼就看出 对方尽管化作了人形 但修为却是仅仅相当于修饰中的天人第二帅 她根本就不回答对方的话语 身子一晃 直接在这血海内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那黑衣女子迈步而去 在其身子移动的刹那 血溅横扫 瞬息就来到亡灵身边 被她左手一把握住 向前狠狠地一展 那黑衣女子面色一变 她之前便在这血溅下受伤 此刻身子立即后退 双手向两旁一挥 骤然间 其身后那巨大的蝎影猛的一阵 呼啸惊天 却是那九条 歇尾同时甩动 好似九条鞭子一般 直奔亡灵抽来 亡灵神色猙獰 身子没有半点停顿 脉步中血溅横扫 化作一片血光剑芒 更有阵阵刺耳的尖笑 从那剑芒内传出 向着那九尾鞭影冲去 轰轰之声骤然而起 血光剑芒四散 卷动此地血海 使得这血海滔天而起 化作一股血色的漩涡 横扫而动 在那剧烈的声响下 三条鞭影轰然崩溃 更是血光一闪 那血剑无间不摧 闪烁之下 直接斩断了四条鞭影 最终剩下的两条 在临近亡灵的刹那 被亡灵左手大袖一甩 引动天地原力 更运转体内股神之力 化作一股惊天动地的狂风 与那两条鞭影碰撞 轰轰巨响回荡 那两条鞭影崩溃 打开了封印 消化了道果 修为迈入碎孽 成为了碎孽中期 大神通修士的亡灵 更是吸收了无极宗内 古神之气 古神之心恢复 成为了真真正正的 六星古神 就连那第七星 也已然有了雏形 再加上 那被古神鲜血 祭练的诡异血剑 亡灵此刻所能发挥出的战力 甚至超过了当年与水稻子一战之时 尤其是他体内蕴含的五道本源 已然苏醒 尽管散发出的本源之力很弱 但却无时无刻都在强大 可以说 眼下的亡灵 是他两千年修道中 最强之时 可以说 现在的亡灵 才算是真正的踏入强者一列 无论在界内界外 足以成为一方霸主 区区十三界华人凶兽 你有什么资格阻我 有什么资格问我性命 亡灵衣衫血红一片 就连其头发 似乎也都被鲜血印红 脉步中他整个人如同一道血色流星 直奔那黑衣女子 那女子面色更为苍白 眼中露出震惊 她本以为最难缠的是 那把伤了她的血溅 但眼下却是看出 眼前这个修士 虽说修为不高 但却不知为何 拥有足以杀死自己之力 眼看亡灵如流星般临近 这女子立刻后退 双手掐绝之下 右手抬起一挥 却是在手中 立刻就出现了一把漆黑的鞭子 这鞭子不是虚影 而是实质 其上充满了利刺 在鞭子末端 更有倒勾如镰刀一般 这哪里是什么鞭子 这分明就是一整条血尾 黑衣女子 右手抓着些尾鞭 一抽之下 虚无就有破空之声惊天起 化作一阵砰砰巨响 带着一片残影 似乎可以抽开天地 在亡灵来临的瞬间 迎头落下 亡灵冷笑中 左手向前一挥 那雪剑带着兴奋的欢呼 化作血光直奔前方 斩向那鞭子 与此同时 亡灵左手抬起向前一按 立刻天地原力疯狂的凝聚 他目光如指 分别落在左手五指之上 一一看去 代替了抱着李倩 没无法分出的右手 施展了学字鲁夫子的神通 天地原力滚滚而来 凝聚之下 亡灵左手瞬息 就蕴含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毁灭之力 其内更有古神之力弥漫 轰的一下 随着亡灵虚空拍向黑衣女子 其左手蕴含的神通 直接冲出 轰轰巨响之中 那被亡灵拍出的掌印 化作刺目之盲 照亮了四周数万里 如同一个太阳般 落向那黑衣女子 这女子面色露出惊恐 凄厉的尖叫中 不去理会些尾边影 咬破舌尖喷出鲜血 那鲜血一出 就立刻崩溃 形成血物包裹全身 带着他疯狂的后退 更是在退后中 他身子趴扶 衣衫撕裂 露出雪白肌肤的同时 却是有一根根道沟利刺 从他体内争鸣而出 好似在他的体内 蕴含着一只巨大的蝎子 此刻在后退中 那蝎子破开了其身体 冲了出来 但就在其冲出的刹那 掌印追灵 直接印在了血物内 传出了惊天轰鸣 与凄厉惨叫 更是在这一瞬间 血溅横扫 那些尾边子 根本就无法阻止 轰然被一箭斩断 爆了开来 与这黑衣女子的一战 亡灵却是彻彻底底的 处于压倒性的强势 那黑衣女子 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 似乎在亡灵面前 她只有退 退 退 无奈远古一月 帝妃麾下 你敢杀我 帝妃定会杀你全族 那凄厉地声音 在及时后退的血雾中 疯狂地传来 但却没有使得亡灵 有半点退步 反而越加快速地追去 杀我全族 我全族已死 只剩孤身一人 你伤着女子 我就要取你性命 将你炼成法宝 承受无尽痛苦 亡灵声音寒冷 身子瞬间追上 左手抬起 再次狠狠地一拍 轰鸣骤然而起 但却在亡灵 左手拍下的刹那 她目光一凝 身子不由顿了一下 向后退出树步 在她身子后退的刹那 血雾崩溃 一股冲击横扫 更有凶艳惊天起 但见那血雾内 黑衣女子已然不在 一条硕大的黑色蝎子 骤然出现 这蝎子本只有数丈大小 但却在出现的刹那 疯狂地暴增起来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转眼之下 就成为了万丈 其身后那蝎子虚影 更是与其重叠 好似修士的原神归位 在相互彻底重叠的瞬间 一股腥风扑面来 在那蝎子的头部 此刻更有血肉如动 却是化作了一张人脸 正是那黑衣女子 她怨毒地盯着亡灵 传出凄厉的尖笑 身后九条十字的蝎尾 更是灰洞中 传出轰天之鸣 使得虚无都被搅动 好似要崩溃一样 带着尖笑与怨毒 这巨大的蝎子直奔亡灵 除了九条蝎尾抽来之外 更有两只巨大的蝎钳 直奔亡灵而来 亡灵在那巨大的蝎子面前 好似蝼蚁 微不足道 但她神色却是如常 冷哼中左手 在眉心一拍 古神星点轰然幻化 疯狂地旋转 随着旋转 古神之力砰砰传出 冲入亡灵全身 使得她全身骨骼不断地延长 血肉膨胀 身子暴增 十丈 百丈 瞬息间 就达到了近千丈大小 粗糙的皮肤 惊天动地的威压 还有那沧桑的气息 在这一刻 古神出现在了天地之中 古神 看到亡灵眉心的星点之后 这黑衣女子 目中露出无法想象的亥然 亡灵双眼 好似蕴含了星空 透出璀璨之芒 李倩梅被她握住在掌心 庞大的身子向前猛的一步踏去 左手握拳 向前轰然一挥 轰轰之声下 那巨大的蝎子立刻距震 身子好似被剥开 卷向一旁 尤其是那些前与亡灵左臂碰到一起 发出剧烈的砰砰之声 却是旗上出现了裂缝 剧痛传出 使得那蝎子上幻化的人脸露出痛苦之色 亡灵没有停顿 再次冲出 瞬息间就追上了那巨大的蝎子 身子一晃 直接踏在了蝎子背上 左手向下疯狂地砸去 轰轰轰 那蝎子传出七粒惨叫 两只蝎钱怦然崩溃 鲜血弥漫之下 在那九条蝎尾抽来的刹那 亡灵左手狠狠一抓 直接抓住其中两条 身子向下一踏 整个身子跃起 那蝎尾被亡灵死死地抓住 随着它的跃起 在骨神的大力下 根本就无法挣脱 被活活地拽起 亡灵对这蝎子凶兽恨之入骨 此刻拽动下 直接轮起 向着前方轰然砸响 轰轰之声回荡 那蝎子身体太大 此刻被亡灵抓住 直接砸在了远处观望的 大群凶兽身上 立刻死亡一片 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亡灵竟然就这样 抓着这条巨大的蝎子尾巴 拽动其身 直奔前方急驰而去 一路走过 它不断地轮起砸下 居然破开了 无尽凶兽的包围 那些凶兽看向亡灵的目光 恐惧之色无法形容 几乎如同看到十三阶凶兽一般 只是他们退缩的速度 比不上亡灵 尤其是此刻在亡灵手中 还有只巨大的蝎子 在他一路及时中 轰鸣不断 那蝎子被他荡成了武器 再一次次地砸落下 却是越加的虚弱 就连惨叫 也都微弱下来 环绕在亡灵四周的文兽 在这一刻剧烈的嗡鸣起来 尤其是那文王 更是直勾勾盯着蝎子 露出渴望之色 本章完 第1258章 云海之巅 古神祭坛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你伤了他 要付出代价 亡灵声音寒冷 抓着蝎子再一次砸下 轰的一声 那蝎子被他抓住的两条尾巴 顿时被撕裂 这蝎子庞大的身子 轰然落在了虚无中 全身多出断裂 大量的鲜血弥漫 在其落下的刹那 文王剧烈的思鸣 疯狂地冲出 临近蝎子后 巨大的口气 狠狠地顺着蝎子身上的裂缝 直接刺入其内 猛地一吸 神色露出兴奋 在他之后 剩余下来的五千文兽 更是一冲而出 赫然就把这蝎子全部环绕 一根根锋利的口气刺入 疯狂地吸了起来 那蝎子的惨叫再次凄厉 好似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挣扎 只是这挣扎微弱 丝毫无法阻止五千文兽 同时稀释之力 这一幕 即便是亡灵看到 也不由得头皮发麻 也就是树袭间 那蝎子的身体 就迅速枯萎下来 全身血液全部失去 就连其对于天道的理解 也全部散开 被文兽吸走 文王思明露出狂喜之色 身子颤抖之下 居然修为暴增 不仅是他 余下的那五千文兽 同时兴奋地思明起来 他们品尝了凶兽的血液 吸收了其内精华 自身得到了疯狂的增长 此刻猛地散开 追向四周的溃散的凶兽 一旦被追上 他们往往成群攻击 好似发疯了一半 不断地稀释血液 王林收回看向文兽的目光 迈不来到那巨大的蝎子尸体面前 左手一挥 直接把余下的七条蝎尾撕下 九条蝎尾聚在一起 张口喷出一道元气 化作蓝色火焰 骤然燃烧起来 随着燃烧 在王林的目光中 有一道道静置闪烁 不断地落下 片刻间 那九条蝎尾融合成一条 被王林收入储物裂缝 他更是左手握拳 直接轰在了蝎子头部 其头部爆开 露出一粒拳头大小的黑丹 在那黑丹内 有那黑衣女子的面孔闪烁 露出惊恐 十三阶凶兽 若是能化作人形 就如同拥有了两条性命 即便是瘦身崩溃 也会有元神凝聚在体内 在那黑丹内女子的惊恐中 王林捏住这黑丹 双眼露出寒光 神石直接轰然散开 直奔这黑丹笼罩 破开一切 深入其内这黑衣女子原神 展开了搜索 渐渐的 王林看到了 这画人凶兽十三阶蝎子的一生 他看到了在无数年前 这蝎子本只有七阶 但却偶然中被一个女子看到 这女子右手点在蝎子上 留下了一个烙印 说出了一句话 很有灵性的小兽 刺名子选 成我麾下兽将之一 为我疗伤护法 那女子身影模糊 看不清样子 在那蝎子的记忆中 他对于这女子极其敬畏 记忆流逝 在不断地搜索下 王林目光闪烁 他知晓了 在这裂缝内 共有十九只 可化作人形的凶兽 他知晓了 这裂缝之大 无边无际 即便是这些凶兽 也茫然 不知尽头所在 只是知晓 在更深处 似乎还有强大的凶兽存在 他们不会轻易踏出 但每一次踏出 都将掀起惊天巨浪 至于这裂缝的来历 即便是这黑衣女子 也不知晓 他只是知道 从诞生之日起 就存在于这里 他更是知晓了 在这裂缝的深处 有一片被禁锢之地 那被这蝎子敬畏的女子 就在那里疗伤 且岁月已经过去了 太久太久 亡灵收回神时 沉默下来 他明白了 这里所通向之处 或许并不是如妖宗 所猜测的界外 而是一处神秘之地 不知为何 在亡灵神时 从那黑单上 收回的刹那 在搜索了那蝎子的记忆后 他脑中不知不觉浮现出了 当年在封仙界内深处 看到的那巨大的文王 挣扎而出的裂缝 那裂缝内的世界 一片混沌 隐隐还有无数文兽存在 这两个地方 是否会有一些联系 亡灵沉阴少请 不再去想此事 而是转身向着此地裂缝 他之前进入的出口 急迟而去 既然这里不确定 是否通向界外 亡灵便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要尽快赶回妖宗 去往封界大阵 想办法破开这阵法冲出 寻找蓝梦道尊 在这裂缝世界内 一开始是凶兽围困亡灵 但眼下 却是亡灵在前行中 猎取一头头凶兽 在这不断的杀戮下 他向着裂缝出口 越加快速地及持 李倩梅那里 亡灵岁月神通 没有半息停顿 不断地施展在气体内 阻止生机灭绝 时间缓缓流逝 在亡灵的急事下 一头头凶兽被蚊兽灭亡 那血剑更是环绕四周 一旦察觉有凶兽 就立刻冲出 至于那之前被收服的九幽龙 此刻也早就 不知逃去了那里 看不到踪灭 渐渐地 亡灵按照预解内通道 所标示的方向 距离出口越来越近 他心中也有了交集 岁月神通 只能延缓李倩梅生机灭绝 但却做不到停止 如此一来 他越是缓慢 李倩梅就越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只是那封界大阵亡灵之前看到过一次 确实没有多少把握可以破开 在这裂缝内天节没有降临 但我却是可以感受到 一旦出了这裂缝 天节就会立刻降临 或许 以天节之力 可以使我破开那封界大阵 亡灵双眼金光一闪 速度更快 但就在他走过了大半路途 只需不多时间 就可以临近出口的刹那 一个轻柔的声音 在这裂缝世界的天地内 缓缓地飘摇而来 杀我受将 如此匆匆离去 你要给我一个 交代不是 这声音很是平静 但出现的却是太过突然 即便是亡灵 在之前也没有丝毫察觉 这声音传入耳中的刹那 亡灵身子立刻停止 转身看向身后 在他的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一身红衣 相貌惊艳 平静地望着亡灵 其双目内蕴含了星辰 似乎化作无形的漩涡 可以吸引一切目光凝聚 你要什么交代 亡灵神色如常 但双眼瞳孔却是收缩 左手虚空一抓 骤然红光滔天 血渐幻化 那女子目光落在了血溅上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轻声道 我认得这把剑 她曾伤过先皇 你是王族古神 倒也可以发挥此剑威呢 亡灵盯着那女子 心神警惕 这女子给她的感觉 并不强 但她隐隐有种名物 这女子并非是本体前来 而是一尊分身 莫要紧张 我本体正在疗伤 分身前来 虽说有天人衰竭的修为 但却未必能留得住你 岂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那女子挽了下发思 轻声道 亡灵一语不发 神色更是不露半点心思 但左手的血溅 却是握得更紧 我是远古先皇妃子之一 名为医院 你身边那女子 生机快要灭绝 但看你神色 似乎有方法可以 让其复活 我无法留下你 但却可以阻止你离去 使得这女子 生机彻底消散 那女子望着亡灵 轻轻开口 亡灵神色如常 不为所动 只是平静中 透出一股坚定 缓缓说道 若她死 我也不会离开这里 而是杀上你所在 禁锢疗伤之地 将你斩杀 你 可以一试 那女子眼中露出赞赏 轻笑道 此事的确有几分可能 不如这样 我送你离开这里 让你有时间复活那女子 只要你一句承诺 就可 什么承诺 亡灵眉头一皱 你把这女子救活后 要再来这裂缝一次 帮我疗伤 我也不会让你白做 这裂缝深处所通之地 我虽不知晓全部 但却知道 有一处古神祭坛 你帮我疗伤 我帮你去往那祭坛 想必古神祭坛为何物 你是知道的 且我还会与你立下道士结盟 相互不会成敌 这女子望着亡灵 轻声道 亡灵沉默 她不知晓古神祭坛为何物 但看那女子的样子 似乎很有把握 自己会心动 为何选择我 因为你是王族古神 因为你可以操控那把 当年曾伤过先皇的血剑 因为你身上有我熟悉之人的气息 你想必也获得了他的认可 因为你的体内 蕴含了五道本源 这五道本源一旦大成 你甚至可与先皇一战 这些 就是我选择与你结盟的原因 你我结盟 我也可以给你同样的好处 那女子望着亡灵 说出了这一番话语 亡灵神色如常 看不出半点心思 那女子轻笑 右手一挥 立刻便有一片白光闪烁而出 飘向亡灵 持此玉佩 你可在任何地方 来到这裂缝内 也可通过这玉佩 顺息去往出口 我等你到来 这女子说完 转身离去 似乎她的来临 只是为了送出这枚玉佩 接过玉佩 亡灵望着那女子离去的方向 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此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那古神祭坛 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沉默中 亡灵神识在手中玉佩上扫过 其内很简单 只有一座传送阵 只不过结构极为复杂 但以亡灵对于静止的了解 却是看出这里面并无凶险 略意沉吟 她奋出一道神念 进入玉佩阵法内 光芒一闪 那一部分神念就消失 出现在了裂缝出口 确定无碍 亡灵压下对于那女子的疑惑 在那玉佩光芒闪烁中 身子消失 在亡灵离去的刹那 这裂缝世界内部 一片漆黑的天地中 有一个六角形的红色结晶 这结晶约十丈大小 好似冰块一般 在其内部 盘膝坐着一个女子 女子睫毛颤抖 缓缓睁开双眼 目光透过结晶 看向虚无 不知在想些什么 本章完 第1259章 云海之巅 天结来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云海心域内 妖宗所在裂缝之外 此刻那数千修士 依然环绕四周 彼此盘膝打坐 恢复原力 双眼时而睁开 不时地扫向那漆黑的裂缝 这样的生活 他们已经习惯 且如此度过了多年 那三个被雾气包裹的 妖宗之人 也同样盘膝坐在远处 目光在那裂缝上扫过 距离亡灵进入裂缝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修士来说 一个月极其短暂 往往一个入定 便有可能是数个月余过去 只是眼下 这四周的修士 甚至包括那三个妖宗之人 都没有心思长久的入定 因为这他们原本熟悉的裂缝 在这一个月 变得极为诡异起来 这裂缝内 太过安静了 静得让人可怕 似乎里面 成为了寂灭死狱 这在无数年来 极为罕见 要知道 平时这裂缝会不断地有凶兽冲出 更有阵阵低吼咆哮隐隐传来 但现在 却是寂静无音 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 但这裂缝不仅寂静 更有丝丝血腥之气弥漫出来 这血腥之气尽管很淡 可却始终不断 好似在这裂缝内 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杀戮 这杀戮范围太大 使得裂缝内的全部世界 都成为了地狱 裂缝内的寂静与血腥之气 在传出的瞬间 化作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压力越来越浓 沉甸甸地 压在裂缝外数千修士身上 使得所有人 都再无心思入地 就在这时 突然那裂缝内 有一道绿芒一闪而出 在这绿芒出现的刹那 四周修士纷纷目光凝聚 那绿芒冲出裂缝 光芒一散 化作了一个老者的身影 这老者 正是那数千修士中 六大高手之一 他在数日前 决定潜入裂缝探查究竟 他的行为 没有人阻止 此地所有人都想知晓 裂缝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老者此刻回来 神色中带着震惊与无法置信 更有骇然的恐惧之色 弥漫面部 在所有人目光凝聚过来的瞬间 老者声音沙哑 低声开口 全部都是尸体 都是凶兽的尸体 他们支离破碎 从裂缝深处 被一股冲击推动飘出 我没有进入太深 里面弥漫了浓浓的血腥 我能感受到 在这裂缝深处 因凶兽死亡太多 怕是形成了血海 死亡的凶兽 各街都有 甚至还有王兽存在 全部都是一击毙命 肉身崩溃 老者的话语 使得四周修士 纷纷面色大变 尽管多少有些猜测 但眼下得到确认后 这些修士依然心神大振 这一切 定然是一个月前 巡礼欠没进入的那个修士造成 此人修为莫测 竟然能在这裂缝战场 造成如此杀减 只是 只是这一切太过不可思议 他即便修为再高 也只是一个人 如何能造成这般杀戮 连妖宗长老都不是那修士的对手 在其手中都留下暗伤 此人修为之强 足以惊天 但我却不认为 这一切是他造成 毕竟这裂缝内的凶兽太多 他一人之力 绝不可能杀戮如此之多 很有可能是这裂缝内 新诞生了一头黄兽 亦或者又出现了华人凶兽 他们凶兽之间 也时常相互厮杀 此事说不定就是那神秘的黄兽所为 四周修士听闻老者的话语 顿时掀起哗然之声 看向那裂缝的目光 透出震惊的同时 也纷纷高度警惕起来 那妖宗三人 也是神色凝重 其中一人正要拿出 欲捡传音回妖宗 但就在这一刹那 突然这裂缝外的星空 出现了巨变 漆黑的星空 因有了璀璨的星云 阵阵微弱光芒弥漫 一片幽涩 并不影响视线 甚至在此地修士的眼中 这星空的一切都清晰可见 但突然之间 这星空好似一下子黑了下来 一股磅礴的微压 从四面八方疯狂的凝聚而来 这威严之强 透出无法形容的惊天之力 在出现的刹那 立刻这星空 便有阵阵咔咔巨响回荡 好似星空再被挤压 再被这无处不在的微压 生生压缩 数千修士中 立刻就有一部分修为不高者 在这微压下 顿时面色苍白 体内传出砰砰之声 好似全身骨头在摩擦 一个个喷出鲜血 星神顿时就受到了重疮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数千修士 纷纷面色俱变 全身修为散开 抵抗这微压的同时 立刻抬头看向星空上方 只见在这星空之上 竟然凝聚出了滚滚云层 云本不该出现在星空 但眼下却是出现了 这滚滚云层通体紫色 密密麻麻无边无际 凭空地出现在了星空中 把这四周星域全部笼罩 且那云层如动 还在疯狂地凝聚 随着凝聚 微压越来越大 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更是从云层内传出 好似一声声咆哮与呐喊 惊天动地 整个星空都为之颤抖 更是在那滚滚云层内 好似被打开了一个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缺口 那缺口中 隐隐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阁楼 这阁楼通体白玉 从那缺口内向外不断地挤出 轰铃之声更为剧烈 更有无尽的雷霆闪电 在云层内游走 时而碰到一起 就发出惊天轰鸣 在这一刻 这星空的颤抖 好似要崩溃一般 一道道威压越来越强的弥漫 那滚滚云层 好似无边无际 同样疯狂地扩散 转眼之下 竟然把大半个九阶星域 都笼罩在内 那数千修士 立刻心神震动 正正地望着星空上方 一股来自灵魂的恐惧 瞬息间爆发出来 也不知是谁先后退 只是片刻 这数千修士就疯狂地倒卷 直奔远处 想要远远地 离开这云层笼罩 天杰 这是 这是天杰 一声凄厉地尖叫 从人群内传出 四周修士听闻此话 更是面色瞬间惨白 一个个癫狂一般 死命地后退 天杰 真的是天杰 那三个妖宗之人 此刻心神颤抖 眼中露出恐惧 毫不犹豫 立刻后退 轰隆一声 一道雷鸣 从这磅礴的云层内 惊天传出 使得整个星空一阵 数百修士 纷纷喷出鲜血 一头栽下 那轰隆雷鸣之响 化作一股阴浪扩散 转眼就震动整个九阶星域 这九阶星域内存在的浓浓雾气 此刻在这滚滚云层 与轰鸣雷声下 瞬息就崩溃 其内隐藏的众多凶兽 更是发出惊恐的吼声 整个九阶星域 在这一瞬间 好似成为了末日 掀起了轩然大浪 妖宗内 在这滚滚云层出现 惊天雷鸣 回荡的刹那 其内所有长老 纷纷从入定中惊醒 一个个面色大变 瞬息就冲出各自山门 出现在了星空中 妖宗十六个长老 出现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星空的云层 一个个双眼 瞳孔骤然收缩 这 这是什么天节 这是无量节 就在妖宗诸位长老震惊的刹那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妖宗内回荡出来 这声音透出凝重 似乎这滚滚云层的天节 让他极为在意 参见太上长老 那十六个老者听到这声音 立刻看向妖宗神色恭敬 只见一道白红 从妖宗内闪烁而出 化作了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尽管看似年轻 但却有沧桑弥漫 好似存活了太久太久 天节多变 但不外呼雷 神 微种种 唯独这无量节 最为可怕 其内变化莫测 传闻与天道齐平 必杀之节 不知是哪位道友 竟然引发了这种天节 那中年男子 神色透出感慨 望着星空疯狂扩散的滚滚云层 缓缓说道 宗主当年曾说过 众生虚度无量节 没想到 今日 真的让老夫看到了无量节 打开山门阵法 让所有门下与裂缝外的各宗修士 进入妖宗 否则在这无量节下 他们将灰飞湮灭 中年男子盯着那云层 神色越加凝重 他的话语就如同命令 十六位长老纷纷散开神念 立刻这妖宗修真心打开 大量的妖宗 门人齐齐飞出 直奔裂缝战场外 指引外围修士进入 妖宗的弟子 就如同凡间军队 此刻号令一下 顿时干净利落 不知以何种方法 就把外围的修士全部指引 回到了妖宗修真心内 在妖宗外 再无任何修士的一刹那 妖宗阵法 轰然开启 阵阵轰隆巨响弥漫 似欲与天结争微 最终浑然而成 把妖宗所有修真心 齐齐笼罩 我妖宗内并无阴劫之人 以阵法之力 当可无碍 老夫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竟然可以引发如此天见 那中年男子目光如炬 好似穿透了虚空 直接看向了 那裂缝战场 滚滚云层疯狂的扩散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完全把九阶心欲笼罩 那浓浓的云雾内 闪电雷霆轰鸣 可以让一切看到的修士 心神震撼 那云雾更是在这不断的扩散中 其内打开的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缺口 大范围的撕裂 那庞大的白玉阁楼 已然挤出了一半 那妖宗的太上长老 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 目光立刻收缩 盯着云雾内 那露出了一半的白玉阁楼 他看到了在那阁楼上 有一座盘膝而坐的雕像 雕像的身前 插着两把石剑 本章完 第1260章 云海之巅 知首遮天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轰轰雷霆之音 在这一刹那 疯狂地从云层内传出 那一声声轰鸣不断 此起彼伏之下 竟然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 轰天之音 这雷音之强 已然无法形容 在这轰鸣下 整个星空剧烈的颤抖 心雾卷动 其内凶兽大量的震死崩溃 一处处蛮荒大路 更是轰然碎灭 就连妖宗的大震 都积极地闪烁 抵抗那越来越强大 好似天地初开 就存在的一道雷音 整个妖宗内无数修饰 更是在这疯狂的雷音下 心神颤抖 竟然生不起半点抵抗之心 好似蝼蚁在天地之威下 不堪一击 天结如丝 天结如丝 在这一刻 这天结的一幕 让所有看到的修士 记忆终生 化作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若是他们冲破不出这个烙印 一生修为将止步 可一旦破开了烙印 修为将会突飞猛进 这雷音越来越剧烈 星空颤抖 那裂缝更是传出撕裂之声 片刻后 这弥漫在云层内不断传出的雷鸣 已然传递整个九阶星域 更是向外疯狂的弥漫 就连八阶星域也均都清晰可闻 应节 应节 那雷鸣轰轰 好似化作了这两个字 从云层内疯狂的传出 就在这一刹那 在那取代了天地一切声音 只剩下了轰轰之响的雷鸣掀起的瞬间 这笼罩了整个九阶星域的滚滚云层 骤然间闪电疯狂地穿透而出 那一道道闪电通体紫色 从云层内交错穿透 疯狂地直奔 那妖宗外的裂缝而去 一道道闪电 一道道雷霆 一条条紫色的电光 在这一瞬间取代了星空的全部 吸引了整个九阶星域 几乎所有修饰的目光 那闪电太多 那雷霆太巨 那咆哮的声音 更是惊天动地 在那无尽的紫色闪电穿梭下 几乎刹那 就跨越了无尽的距离 似乎在这些闪电面前 这天地的一切 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之物 没有任何距离的概念 瞬间 笼罩整个九阶星域云层内 穿透而出的无尽紫色闪电 就疯狂地来到了裂缝外 组成了一张电网 在凝聚之下 电网收缩 化作了一道粗约千丈的巨大雷霆 轰轰轰轰 这雷霆直奔裂缝而去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 毁灭天地 毁灭生灵万物的杀机 轰然降临 这千丈闪电 吸引了所有目光投来之人的全部心神 在这一刻 那些看到闪电的修饰 全部脑中一片空白 剩下的 只有这一道无法形容的天结雷霆 这是一道似乎没有任何生灵可以阻挡 可以抵抗的雷霆 但就在那雷霆降临裂缝 轰轰而去的刹那 却是从那裂缝内 走出了一个赤衣身影 这身影刚一出现 就有无尽的血腥滔天起 这血腥是从他衣衫上传出 从他的全身气息中传出 好似此人 在这裂缝内杀戮太多 血腥在其身体外凝固了一般 他的出现 恰是那雷霆轰来的瞬间 那雷霆之速太快 刹那就临近 直奔此人全身 要将其彻底轰杀成灰 永久地消散在这天地之中 这赤衣身影 是亡霆 在那雷霆凌晨的瞬息 亡霆右手护着李倩梅 抬起了左手 按向雷霆 一个人 一只手 两道冷漠的眼神 如同遮天 在走出裂缝的同时 向天结 向着天地发起了挑战 轰轰轰轰 那雷霆与亡霆左手碰到 传出更为剧烈的声响 亡霆所在的星空 轰然崩溃 无数裂缝横扫 他身后的那裂缝 更是被生生地撕开了数倍 他全身一震 左手有了轻颤 但神色却是如常 狠狠地一捏 天结之雷 对我无用 这一捏之下 那雷霆轰然俱震 疯狂的雷鸣咆哮之下 竟然有一股意志 从亡霆左手 传入这雷霆之中 要与天结争夺 对于天地之雷的操控 轰轰之声下 这千丈雷霆 其内两道意志碰撞 使得这雷霆骤然崩溃 以亡霆为中心 无尽紫色闪电瓦解 向着四周弥漫 在这一刹那 天地几乎成为了雷霓 轰鸣持续 千丈雷霆尽管崩溃 但亡霆却已非昔日 他面对天结 不会单纯的硬结 而是要破开天结 他右手抱着李倩梅 向后一甩 使得李倩梅被他背在背上 体内原力散出化作绳索 将二人绑在一起 做完这些 亡霆双手掐绝 向外猛的一挥 立刻那以他为中心扩散的雷霆 骤然再次轰鸣 我为雷 行使天地雷之全力 一切雷霆 听我号令 且 亡霆话语透出威严 在其声音落下的刹那 他四周扩散的紫色雷霆 轰然而起 一道道冲出 直奔星空云层 那雷霆无数 不断地冲出下 把亡霆环绕在中心 这一幕 看得妖宗内修饰心神亥然 目瞪口呆 那妖宗太上长老 更是双眼露出金光 深深地吸了口气 给我 破开天结 亡霆双手猛地向星空云层一指 传出一声惊天大吼 轰轰之下 那些冲天起的雷霆 疯狂起来 在不断地冲出中凝聚 竟然瞬息间 同样化作了一道千丈雷霆 其内蕴含了亡霆的意志 直奔云层轰击而去 轰隆隆地之下 雷霆直接与云层碰到一起 形成了一股 比之方才一切声音 更为剧烈的天地之音 这声音疯狂地传遍 整个九阶星域 神宗内 被禁过了十年的木冰煤 从打坐中惊醒 望着天空 此刻天空已然成为了黑色 在剧烈的颤抖 好似要天塌一般 他身边的王珊珊 更是面色苍白 同样看向天空 神宗内 水稻子所在密室 他眉心之中 七彩光芒暗淡 一根七彩钉子 在其眉心露出一角 此刻他全身清金鼓起 正要逼出七彩钉 之前的天地轰鸣 没有让他分心 他此刻已然是最关键的时刻 即便是天崩了 也不允许去看一眼 全部心神 都在逼出这七彩钉子上 但 就在这时 那天地雷鸣轰然在起 更是在这雷霆中 蕴含了一股属于王灵的意志 随着声音的回荡 落入了水稻子所在密室 他眉心那七彩钉子 本已经越来越暗淡 可就在这一瞬间 却是因与雷霆中 王灵的意志出现了共鸣 立刻光芒再次夺目 剧烈地闪烁下 水稻子面色大变 喷出一口鲜血 前功尽弃 他呆呆地望着前方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与咆哮 九阶心欲破天宗内 同样听到了这天地雷鸣 看到了星空的滚滚云层 立刻就开启了护宗大阵 破天宗宗主 坐在其闭关之处 默默地望着星空 许久之后长叹一声 起身大袖一甩 却是破开了护宗大阵 在这天结滚滚云层下 直奔前方脉步 向着妖宗裂缝而去 九阶心欲内 除了妖宗 神宗 破天宗外 还有一个神秘的鬼宗 此刻星空云层密布 雷霆轰鸣 鬼宗所在一片修真心 已然开启了阵法 只是在这阵法上 却似有一个巨大的黑色虚影 这虚影身子约万丈 头顶有单脚 好似一尊妖神 他贪婪地盯着云层 全身妖气弥漫 左目内更有九个妖心旋转 每旋转一次 那星空的云层 就有一丝奇异之力 融入其身体内 那轰隆隆的雷鸣 传出九阶心欲 扩散至八阶 使得八阶宗派修士 一个个纷纷色变 心神震动之下 却是一片茫然 妖宗所在裂缝外 亡灵背着李倩梅 抬头望着紫色的云层 这一次的天节 是他这一生所遇 最大的一次 且极为诡异 让他不由地 想起当年 在联盟新欲的天节中 他看到的那奇异的世界 那一尊尊古神 古魔 古妖的雕像 甚至还有 那当年盘西 坐在一尊雕像上的奇异青年 他的目光穿透云层 清晰地看到了云层内 那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缺口中 出现了大半的白玉阁楼 还有那阁楼上盘西的雕像 以及雕像身前的两把石剑 这天节尚未完全引发 还是不够破开封界大阵 就在这时 突然那雕像 身前两把石剑中的一把 骤然一颤 一缕清气从那石剑上飘出 好似云烟一般缭绕 瞬息就化作了一把青色的虚剑 此剑一出 惊天动地 一股无法形容的剑气 破开云层 直奔亡灵来临 亡灵神色凝重 在那青色虚剑临近的刹那 右手抬起向前一指 立刻起指尖之上 两只鹿兽虚影闪烁而出 交错之中爆发了千万剑气 轰轰之声下 这千万剑气并未扩散 而是不断地凝聚之下 千万化一 直奔那青色虚剑而去 轰鸣骤起 那青色剑气与亡灵千万之剑碰撞 阵阵剑芒弥漫 喷喷之声疯狂地传出 那青色剑气被不断地削弱 但却始终不曾崩溃 更是在这一刹那 云层内那白玉阁楼上的雕像身前 散发出青气的石剑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却是瞬息间 裂缝越来越多 最终轰然爆开 一把青色的长剑 散发出笼罩星空的青芒 从阁楼上拔出 化作一道青光 向着亡灵疯狂地冲去 亡灵双眼瞳孔 立刻收缩 神色极为凝重 右手一挥 血光弥漫 那雪剑立刻出现在她手中 推荐票有些少 有空余的 还望投一些 本章完